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食物水 食物水 好 没时间了 走 梦幻开局 老婆还没有女儿碰 老婆当然不碰了 碰我老子都不娶她 好不好 第一天 这个运气不错呀 什么都有啊 两瓶水加上三瓶食物罐头 第一天这个我们就先跳过吧 这才叫梦幻开局好吗 梦幻开局 第二天我们就选择 让一个人出去摸索物资吧 就派马子出去吧 枪没带就没带咯 免得死了呀 死了就鸡鸡了 无所屌味 口渴口渴口渴 先派熬子出去 熬子出去吧 派熬子出去 烧气 第四天 脱水脱水 一言喝一口吧 在地下很难分清时间 我们分不清白天或者黑夜 睡眠不足 点一下医疗包吧 第五天 希望儿子能给我带回来水喝 如果没有水喝的话 我估计就要积极了 该分配物资了 我们一直想开一个派对 准备超大的蛋糕 出于种种原因 总是未能如愿 再过一天 看看第六天 波罗利斯 泰德 玛丽珍 卧槽 做长远的打算 通常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但现在我们 应该对饮水配给的计划 更感兴趣 饮水配给 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保持冷静 希望我们能保持平和 否则 我们的行为举止 就很有可能像狼一样 适合生存 过一天 第七天 口渴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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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困在这样的一个 狭小的便利所 谁都会觉得冷漠 我们需要保持冷静 等待救援 他们肯定会来救我们的 对吧 突变的知识动物 正在攻击我们的物资 我们搞不清楚是老鼠 还是野兔子 还是突变仓鼠 用斧头把他们全部劈死 一群贱逼 居然抢我东西 那怎么能行 第八天 脱水饥饿 脱水饥饿 一言做一口 吃一点 希望儿子能快回来吧 只要有食物和水 我们就能一直关在里面 但最终还是要离开这里 点一下这个收音机 联络一下军方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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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 第九天 看儿子给我带回来什么 儿子给我带回来 一瓶水加上 四瓶食物罐头 我才给我带回来 一瓶水 那完了 没水喝 都没水喝 我们没想到原子弹爆炸之后 这么快就会接到了一个电话 但电话真的响了 在对面的这个电话亭 派儿子数据接 第十天 状态都非常好 儿子饥荒 儿子肚子特别饿 我们接电话找到了什么 接电话是对面小镇的一个人 跟我们交换了信息 一个信存者 这次再派我们这个人出去吧 点一下 我们偶然发现了一处强盗 强盗护棚区的废墟 有人把它撕碎了 在里面发现一只猫 这个猫其实也可以救 我们让博士把我们救出去吧 因为我们有很多食物 博士需要食物 博士也可以救我们出去的 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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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开门 这只猫就窜了进来 在避难所里面跑来跑去 闻一闻我们的味道 闻一闻每一面墙 每一个角落 它的项圈上面写着 沙里克夫的名字 这算什么名字 沙里克夫 沙里克夫 饥饿 饥饿 口渴 毕竟现在没有狗嘛 再派我们老婆出去摸一摸物资 派老婆出去 可以联系特工 加上 特工结局 还有 科学家结局 都可以活下来 儿子不给他喝 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了解甚少 还是多了解一点会更好 也许能发现其他人 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 听一下收音机 沙里克夫 第十三天 泰德 马力申 我儿子要死了呀 要死了呀 被他喝 提米在外面的时候 被一根铁线或生锈的金属 划伤了手 他没提提起此事 要死了就算了吧 就不要吃喝拉撒睡了 浪费我的资源 让你的姐姐 让你的妈妈 为你活下去吧 儿子呀 儿子 我们在避难所玩耍的时候 诶 沙里克夫 偶然发现了一个小木头盒子 找到了一个杀层记 哎呀 这猫还不错嘛 这猫 有人敲我们的门 我们怀疑谨慎 但一群 但几分钟之后 结果是一群老太太 爆炸时就在附近开茶会 我们应该和他们面对面交谈 才比较礼貌 我们开门之后 那些老太太 用伞 手杖 捉脚 攻击我们 我们得反击 用斧头劈死他们 老太太 卧槽 我生病了 这些老太太传染我 缺水把提米逼疯了 我们用一个斧头 抢了一把枪 抢了一把枪 这还好 儿子死了 儿子死了 没关系 我们还有老婆吗 沙里克夫是这个家的新成员 我们项圈注意到东西 看起来像是一个写着地址的金属牌 这个地址不远 我们去一下 可以联系到博士 第16天 我们戴上这只毛绒的小东西 踏上了废徒 但是很快遇到了一群穿着风衣的墨镜男子 他们看到猫就咬牙切齿的说 正在找他 显然这是他们奶奶心爱的猫 他们奶奶心爱的猫 老婆找到一把斧头 一个一瓶水 一个食物罐头 老婆还不错嘛 我们泰德要挂了 泰德 给老婆吃一口就可以了 记起来让泰德出去吧 你万万没想到 会有一群穿着绿色连衣裙的人 号称杰富济瓶 我这么有钱 不能让他们进来 他们看到我这么有钱的话 可能会杀了我 可能会杀我 第17天 饥饿饥饿 饥饿饿 再派我们泰德出去吧 泰德带枪出去 带一把枪 哦 没点地图 卧槽 第18天 老婆出去做了个头发 沙里科夫又回来了 让我们吃惊的是 沙里科夫今天早上 回到了避难所不确定他为什么回来 因为感激我们细心的照顾吗 泰德带枪出去了 今天军方的广播打断了我们的早餐 不管怎么说 呃 我们 点一下地图吧 这个给军方指一个路标 第19天 第19天 口渴 饥饿脱水 呃 烟喝点水 水水的滴滴声 我们要被淹了 要被淹了只能保这个 保收音机吧 保收音机好了 地图的话可以修啊 收音机修不了啊 第二十天 其他两个物资却会坏掉 老婆饥饿 最先保护收音机 以免脏水渗了进去 大部分的水都退了 但损失严重 巨大的撞击声 出乎意料的尖叫声 还有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碎片 真是新的一天 完美的开始 原来沙里科夫找到了新玩具 一个电线 啊 这个不用管他 让他自己去玩电线吧 第二十一天 滋滋 撒从计 我们不想把沙里科夫的玩具拿走 惹他生气 最近已经很少被挠了 要被猫挠一下的话 就会中毒啊 我们 第二十二天 泰德回来了 泰德回来 带回来一个纸牌 两瓶水加上掉了一把枪 掉了一把枪 哇 这个时候这个很淡疼啊 口渴 口渴 饥饿疲劳 再过一天吧 我们在避难所门口发现了一个未属民的姓 今天晚上要派一个人到指定地点 不能带武器 派泰德出去吧 第二十三天 饥饿脱水饥荒 可能吃一口喝一口吧 见面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他们在城市的废墟寻找值得信赖的好人 他们似乎很诚恳 我们很高兴跟他们见面 凌晨三点发生了一个惊魂的一幕 沙里克夫一头撞到了墙上 把一块松动的砖头撞了下来 砖到后面有一盒香烟盒 里面有一些子弹 这个猫还不错嘛 给我找到了子弹跟这个防毒面具 跟这个沙虫剂 可以可以 一眼吃一口喝一口吧 再派我们女儿出去吧 今天上午我们打开地宝的门 让新鲜空气辐射进来 发现门口有一个小手提箱 上面没有纸条 接上空无一人 我们应该打开看一下吗 不看 一面有毒 要是有毒怎么办 对不对 地图点不了了 坏了 再看一下几个人状态 饥饥饥饥饥饥饥 很简单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所以不能信任他 我们不能要这个礼物 我们把它留在门外 也许蟑螂会要 某些蟑螂喜欢领带 偶尔也喜欢香烟 我们得派一个更负责任的人出去外面 搜取更多的物资 派女儿出去吧 让女儿带一个 让女儿自己出去不带任何东西 希望这个女儿能养我们 给我带回来一个医疗包就可以了 我就能活下来 玛丽珍出去了 希望她能尽快回来 多罗利斯真的很想吃点东西 提米饿 太得饿了 吃东西 咱们就依然吃一点吧 一位科学家 大概是科学家 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喊着沙利科夫博士 你在吗 他正在寻找自己失踪不见的猫 但是一直把这个猫 称作为最得力的助手 沙利科夫博士 没有沙利科夫博士的帮助 他的研究无法进行 这个科学家 已经联系到我们了 第26天 脱水饥饿 脱水饥饿 喝点东西 虽然我们不是那么喜欢吃蘑菇 但是即使他们是殖民 我们一面墙上 我们就不客气了 我们满脑子都是蘑菇 该不该吃蘑菇 不吃蘑菇 墙上的蘑菇 那肯定有毒咯 对不对 有毒我也要吃啊 虽然我们饿 但有些东西 我们永远不会吃 墙上的蘑菇 就是其中之一 有毒这不能吃啊 就比如说一个妹子 她得了没毒 她你去狗填水 那肯定不行啊 对不对 钱就不说了 说不定还会中毒啊 舌头都会肿啊 垃圾桶里面变得恶心 好消息是 看了没什么胃口 一些绿色蟑螂把牌死 第28天 生病疲劳 生病疲劳疲倦 好险 一窝发光的虫子 就够把我们逼入荒地 蟑螂是最糟糕的呀 更别说放射性的蟑螂了 这只猫短暂消失了一回 回来的时候 项圈上多了一个纸条 是那几位 是那位科学家写的 他说他被好几个戴帽子 和墨镜的怪人跟踪 所以要躲一阵子 怪人 难道是特工 一二十九天 女儿看看 女儿带回来什么 女儿带回来 一瓶食物罐头 一瓶水 还不错吧 还算是不错 口渴饿 口渴饿 给女儿吃一罐食物 再过一天 多罗利斯 适合出去外面食荒 要不要把老婆派出去呢 但是我们泰德要死了呀 要不要把泰德给卖了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啊 今天天气呼吸有毒的新鲜空气 或许能捡到一两件东西 派老婆出去吧 让老婆带一个什么东西呢 让老婆带纸牌出去 谢谢我们的霍霍 送的十个大瓶 谢谢霍霍 因为老婆是赌神 在外面赌博很厉害 说不定给我赌一个医疗包回来 我就能活下来 对不对 口渴饿 希望老婆能回来吧 博士来到我们的避难所门口 来取他所要的物资 我们可以信任他 毕竟他可是博士 他要四罐食物罐头 这个博士 我们暂时没有多余的食物罐头 暂时不给他换 暂时不给他 给了博士 食物罐头博士这个会救我们啊 对不对 饥饿生病 饥饿 即使我们这样的人 看来这个人也有点疯狂 我们暂时不会给他物资 反正随时都可以改变主意 玛丽真把情况处理得很好 他今天看起来不错 每当听到敲门声决定开门时 我们都提心吊胆 是什么嗜血掠夺者 呃 是一对双胞胎兄妹 野心勃勃 他们要盖房子 帮他们建造营地 哎呦 我咱们帮他们建造一下营地好了 建造营地 第三十三天 口渴饥饿 虽然花了几个小时 但是他们让我们砍的东西都砍了好久 还多砍了一些 他们每个人都很感激我们双胞胎兄妹 口渴饥饿 吃一点喝一点吗 希望老婆能回来 如果老婆回不来的话 我就死了 第三十三天 第三十四天 饥饿生病口渴 我们做到了 我们正在寻找照片 就夹在童子军手册里 太巧了 虽然有些模糊 但仍是美妙的惊喜 玛丽珍今天超安静的 她平常不这样 我们应该跟她谈谈 跟她谈一谈 老婆怎么还不回来啊 哎 老婆人呢 她脱水了 两个陌生人可能 哇 他们抓了我老婆 老婆死了 完了 看来这具游戏要贵啊 泰德死了就叽叽了 科学家又来了 现在没有药啊 怎么办 要病死啊 结束 单程票 哇操 我就不应该派老婆出去 我应该让泰德死了 算了呀 啊 泰德病了太久 太虚弱了 在睡梦中去世了 这把老婆能回来的话 也不会死啊 老婆不回来了 老婆出去 做头发了 我操 跟一群强盗做头发 太恶心了 太恶心了 也不归宿 把我害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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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B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